因为我觉得比较真实 女儿的幸亏是 女儿的她的入学通知书 结果呢9月3号是国报 当时一次出国出境 很正常 我是通过通道 对吧 拿着她的身份 护照 签证找的 而且我是访问学者 我不是潜逃 然后她那么粗暴的对待 你想想 不让你喝水 不让你上习书间 在这里 你换了我 你想呆吗 儿子小孩 不让他上学 上幼儿园 中间你看他 你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儿子乌鸥乌鸥 就半年不让上幼儿园 没有理由 其实环境允许的话 我肯定回来 明白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的民族的人在这里 我奋斗的对待 我奋斗的对象在这里 是不是 我愿意付出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我离开一段时间 尤其是我 争取我的权利 不仅是为了我 我必须得争取 离开 那81年 访问学者 这是我的权利 唯一鞠啊 哎哟 你的王力兄他们已经到了 我对不起他们 对不起他们 帮忙忙 嗯嗯 阿宝啊 谢谢观看